BGM third section 今天繼續谈金子哲學第39條 以有益、注意、磨練、判斷力 讓我們針對每一件事情 都要全神貫注 在一個方向上或是一個點上 大部分的企业经营者 都是只看大事不看小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平常没有真正的养成 实时注意 在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过程当中 是否出现问题 我们始终把每一件事情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记在自己的心里面 然后我们也会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来注意每一个大小事 这叫有意注意 还有一种叫无意注意的意思就是 拍他一个肩膀 他无意间 他一定会这样瞬间地转过头来 这叫无意注意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引射到 每个人的生活跟工作 企业领导者必须要有这样的 心性思维跟态度 也希望每一个企业员工 都能够保有这样的态度跟工作思维 这样子才能让企业 可以真正地在产业中独占熬头 同时建立起企业竞争的门槛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有意注意 这样的思维 关注在我们每一个人 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才不会浪费 我们每一个人相同且最珍贵的时间 也许每一个人的年纪健康状况 知识经验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相同的就是时间 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时间点都用到最好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培养有意注意的态度 让我们每一个时间都能够充分地运用 这样子不仅在个人 在企业中的部门 甚至企业经营 都能够真正地来达到我们所想要的氛围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次继续聊哲学啰 webTV